捏手捏脚走上楼警方持枪警戒 就等门一打开攻箭抓人 可以打开窗帘让光线照进屋内 因为就怕还有其他共犯躲在角落 他动作攻进汽车旅馆 因为住在里面的人就是范夏大辽区 汽车修理厂枪击案的引气通系犯 然而一期落网带回高雄征讯 征信案件得回溯到14号凌晨 这辆休旅车从小巷子里加速离开 事后汽修厂的铁卷门上弹痕累累 现场还遗留多大20枚弹壳 附近住户听到巨响还以为只是鞭炮声 但车厂负责人发现不对劲赶紧报警求助 不过双方究竟是有什么伸手大恨 警方深入追查发现原来嫌犯一群人 死刀清晨4点多先是朝汽修厂开枪扫射 接着再将作案车辆丢弃在屏东万丹 再各自奔头逃逸 车子被烧的面目全非 嫌犯企图严免证据 不过警方透过车牌辨识系统先是在嘉义抓到车主 接着又在屏东抓到共犯 这才发现这起枪击案背后关系相当复杂 专业小组以车追人 14号下午3点先是抓到34岁的财信车主 当天晚上8点在屏东逮捕判信共犯 15号上午又在台中一间摩铁抓到隐性通缉犯 另外还有一名诚信枪手在下午2点到屏东县行大自行投案 在台中市某汽车旅馆查获 申杯四条通气之23岁隐性共犯一人 起货手枪一把及子弹9颗 令查获24岁案外修信通气犯一人 期判若往后对于动机三间七口只说拿钱办事 专业小组持续扩大追查就怕还有其他共犯在逃 同时也要厘清开枪扫射气球场的背后动机 机器人综合报道